A7海盗2舰载攻击机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F8战斗机为基础改进研制的 直接使之成为了当时的最强之一 高压因素航程远再弹多直接远超别国一大截 于是自诞生之时就成为了焦点被多个国家抢购 所以在此后参加了多次战争 越南战争入侵格林纳达空袭利比亚 不仅取得了极好的成绩还可以说直接称霸了当时的天空战场 那么如此强力的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众所周知航母战斗群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航空母舰 其中航空母舰的打击能力并不是由本身来决定 而是由它所搭载的战机连队来决定 航母始终只是个海上机场 所以舰载机才是战斗群中最尖锐的长矛 没有它的航母根本没有任何战斗能力 所以每一个国家都十分的重视这方面的建设 当然其中也包括航母舰载机连队所配属的地勤人员 毕竟他们的好坏决定着战斗机是否有战斗力 地勤不靠谱 战机会更不靠谱 也就不用谈什么作战了 而A7攻击机正是在这时候诞生 在上世纪60年代 美军研制出了A6重型舰载攻击机 但就在服役的过程中 却发现在编制的配备上 还需要一款轻型的舰载攻击机搭配使用 于是美国海军提出了新机的技战术要求 必须有一定先进特性 可以携载6.8吨以上的任务载荷 具备600海里以上海机作战半径 可以接受空中加油 在对地攻击能力优秀的同时 要求具备相当的自卫能力 于是在1965年9月 第一架A7原型机首飞成功 而在原型机取得成功之后 A7攻击机正式定型 并列入美军入役飞行序列 并于1966年开始在美国海军服役 A7舰载攻击机的绰号是海盗2 其前身是F8战斗机 其外形在如今看来略显臃肿 且飞机机头雷达罩的下方 还有一个不小的进气口 如同一个血盆大口 这也是很多军迷喜欢吐槽的一点 其气动布局和F2相比 有许多共同之处 所以研制的时间才很快 1963年立下 1965年试飞 中间仅用时18个月 这个速度可以称得上飞速了 不过你别看A7攻击机 其貌不扬 实力却不容小叙 它的最大飞行速度 几乎达到音速 约0.9马赫 实用声线约13000米 作战半径可达600公里 而且由于性能优越 性价比高 这款原本针对美国海军航母 而设计的轻型舰载攻击机 也得到了美国空军的青睐 被用于取代A1攻击机 F100战斗机和F150轰炸机 在武器配置方面 A7的两个机翼下 两个外侧挂架可以轻松挂在超过1500公斤的弹药 如核弹 导弹 急速炸弹等 而在机头的下方 加装一门M61火神六管加特林机炮 口径为20毫米 更让A7看起来有战斗机的基础 据了解 这款火神加特林机炮可以被弹超过1000发 最高射速可达每分钟6000发 不过由于A7家族成员众多 而且型号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别 所以载和通常也会有所不同 但也有一定的固定挂载方式 比如以近距支援和搜救 监视任务为例 典型的武器挂载方案 是6枚MK82D组炸弹 和500发20毫米炮弹 而其他的动力系统和航电系统 相比于F8战斗机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动 但你可能在想 没有多大变化 为什么速度会变慢了 其实是因为A7增多了武器挂件 所以速度才变得很慢 不过这接近音速相对于攻击机也挺厉害了 那么它的具体数据是多少呢 长度14.06米 驿站11.80米 高度4.89米 机翼面积34.83平方米 空重8676公斤 最大起飞重量 19050公斤 配备一具TF-41A2飞加力发动机 推力66.7千牛 最大飞行速度0.9马克 实用声线13000米 爬升率31.1米每秒 航程2485公里 作战半径600公里 一座20毫米M61火神式机炮 6个腋下硬点及两个机身硬点 共计6800公斤的总载重能力 看完这些 想必你已经知道A7为何会如此受欢迎了 而且作为一架极具性价比的战机 衍生型号也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实在是太多了 这里就不细讲了 反正让其直接适应了各种环境和气候 以及各种先进的东西都往它身上堆 所以衍生型号直接多达近20种 而且在A7服役之后 因为具有强大的性价比 因此被用来执行各种任务 包括超音速截击 空中遮断 近距空中支援等任务 尤其是在越南战争中密集的火力往下 还能以较低的战损 高效地完成各种任务 在越南战争期间 A7总共出动了96000架次 其中空军第354飞行连队的72架A7D 在1972年10月16日年底的10周中 出动了4000架次 投放了25000颗炸弹 其中最多的是227公斤的MK-82炸弹 平均的拖把距离是10米 给北约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而且在后来还参加了入侵格林纳达 和空袭利比亚的战斗 1983年10月 美国为维护其加勒比地区利益 而对格林纳达发动了武装入侵 10月25日独立号航空母舰出动 A6A7攻击机 对萨林斯角机场实施火力压制 在它的支援下 从而让其他国家迅速控制了格岛 1986年3月24日 美国以打击恐怖活动为名 对利比亚进行了一次军事打击 1986年4月25日 美国海军从航空母舰上 起飞了A6A7攻击机等100多架飞机 与远道而来的空军飞机会合 组成了共150余架的空中集群 并于15日凌晨 担任主攻任务的美国空海军战斗机 同时对迪利波里和班加西两地的五个目标进行攻击 A7E攻击机共出动6架 主要任务是攻击利比亚的防空系统 在此次攻击中 A7E用激光制导炸弹 摧毁了利比亚西尔特导弹基地的导弹制导雷达 和一些地面目标 通过这些出色的战绩 A7直接被外销到希腊 葡萄牙 服役期间一共生产了1569架 单位造价为286万美金 堪称是一款性价比极高的空中小钢炮 从总体表现上来看 A7攻击机作为美军历史上比较重要的异形攻击机 低战损率和高任务效能都很突出 各型A7与服役中的其他同类飞机相比 都是最具性价比的武器系统 但是随着航空技术发展和作战思想的转变 A7原来比较突出特性 则明显不符合新的作战实际 因此陆续地从美国军中退役 直到2014年 希腊的也在年底退役 从此 A7攻击机彻底从现役中消失 大家对此有什么想发表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大家还希望看到哪些装备 同样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宝贵意见 谢谢大家的观赏